征询超过一名医生的意见 这似乎是不错的主意 那是在对抗2019冠状病毒的战役当中 这种行为其实会将病患和前线工作人员 暴露在更高的感染风险当中 今天的《晨光聚焦》一起了解 病患频密的更换医生求诊 可能会造成哪些严重的后果 当局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来改变人们的观念 以制止这种行为 频密或随意更换医生 以寻求多方医疗意见 这种做法其实在本地相当常见 据受访医生估计 有至少10%的患者会这么做 例如当患者选择第一个医生 而他们不得了好 他们会有第二个认识 那是当时他们决定去医生 而是回到同医生 但疫情当前 政府促请患者 停止更换医生的做法 当局表示 约四分之一本土传播的病例 确诊前曾经到超过一家诊所看病 其中一名34岁的确诊患者 也就是第48起病例 甚至到过四家私人诊所就医 医生表示 这种行为 无疑对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构成威胁 当你去医生 每个新的医生 都会再次重新的故事 再次重新的故事 所以他们的疾病 都会失去 接下来是公共医生的关系 这里我们谈论 医生系统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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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被拯救危险 这也可能导致一些患者 在提交健康申报时 谎报行踪或资料 目前病患进入诊所就医前 得先完成健康申报表 包括申报旅游时 可曾接触过冠病患者 以及自己出现哪些症状等 医护人员将根据病患提供的资料 把他们安置在隔离室 以免接触其他患者或医护人员 但如果病患故意隐瞒信息 或提供虚假资料 也就是做出虚假申报 那诊所就无法做出正确的 风险评估和归类 受访医生指出 这类谎报资料的病患 占他诊所病患的 约2%到3% 当病患者提出犯罪 尽管受访的医生同意 有些病患未必存心更换医生 或者是谎报资料 但是更多医生也赞同 我国有必要采取行动 制止这类行为 有医生就建议修改法令 或者是颁布新的法案 既能够起阻吓作用 也能够加强遏制病毒蔓延 那卫生部呢 也刚刚在上个月底 更新传染病法令 规定被令隔离 或者是需要履行居家通知者 在就医的时候必须戴口罩 也不能够随意地同其他人接触 否则将面对罚款最多1万元 或坐牢最长6个月 或两者坚实 受访律师表示 新加坡已有法律条规 杜绝随意更换医生 或虚假申报的行为 其中一项是传染病法令 这项法令曾在2003年 SARS疫情高峰期时 经历一轮修订 在医生的医生中 這法案属要被执行 因此之间 于是一大方案属于 为了判断 判判许 这将相关之后 判断性 的方案属性 解决 受真实相附 是很重的 但我认为 判断过 加纳 當作假報告 你會危險別人 尤其當你認識或擔憂 你會有病毒 根據現有法律 任何人被發現 貧密的或隨意更換醫生 或者做出虛假的健康申報 一旦罪程 出犯者可面對最高1萬元罰款 或最長6個月監禁 或兩者監視 不過本地至今還沒有人 因為貧密或隨意更換醫生而被控 政府國會衛生委員會主席 解釋如醫生認為 這項法令固然有存在的必要 但也可能剝奪患者選擇 向特定醫生求診的權利 我猜猜中心的方法 是在法律中心的法律 指出在國際上的疫情 或疫情像這個 病毒的病毒 病毒的病毒 所以這可能會是更加承諾 更加承諾 疫情當前 人們都應盡社會責任 保持個人衛生 防止病毒傳播 而要提升公眾的意識 除了加強宣導和公共教育 當局也制定了相關措施 確保國人明白遵守條例的重要性 現有措施就包括 規定民眾保持 至少一米的安全距離 限制聚集人數 以及暫時關閉夜店 戲院等娛樂場所